唐可尔的歌声我以前听过 到底是什么时候听过呢 我听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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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听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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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听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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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有收获 都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啊 今天我无意间听到了 霍总事长和阿姨的对话 看来呀 我真是老了 再这样发展下去 我跟小冰一样 得失忆症了 不行我说 不吉利 失忆症 火冰有失忆症 我终于知道他们的秘密了 我说你打游戏能不能配合点 这把顺风局你都能说 可儿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世界里来 看看你的这个扫射 它的这个爆破 这多经典啊 只可惜你的这个游戏伴侣 好几年没有登录过游戏账号了 笨鸟先飞 鸵鸟快跑 怎么现在女生起网名都喜欢用鸟啊 这些网名 重名的多了去了 唐可儿跟这个女玩家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你的这个游戏伴侣上线了 上线了 上线了 这个鸵鸟快跑也太磨叽了 怎么还不出来 怎么还不到广场来 你问一下他 为什么这几年都不上线 哦 还有 你问他 以前是不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友 怎么这么快就下线了 你还在吗 算了 算了 下线就下线吧 大哥 拜托你能不这么淡定吗 这可是你游戏中的老婆 你这个态度 还没有我一个旁人紧张 是十分不对的 你是知道的 爱情这两个字啊 在我的字眼里 是完全不搭边的 别再我提爱情 听到没有 好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还在适应 回到网络世界的感觉 对啊 你以前是什么原因 变得不爱当网虫了 我记得你以前 吃饭 睡觉 还有上课的时间以外 全部都迷列在网上 哎呀 我那个时候 就突然觉得网络世界 有点像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吧 所以后来 除了工作 和学习之外 很少伤亡 那 你以前说 霍冰是你男朋友的时 是真的 还是你自己编织的美梦啊 我 我叫霍冰 今年二十岁 昨天 是我第一次失忆 医生说 我这是心里重生性失忆 为了今后不要把发生过的 所有事情忘掉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用录音笔的方式 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 失忆后 我的记忆只能停留在发生车祸前 从发生车祸到昨天 这中间的整整八个月记忆 我丢失了 因为之前 我还没有养成把每天发生的事情 录下来的习惯 昨天 昨天 在一个生日派对上 一个女孩过来拉着我的手 说 我是她男朋友 我完全想不起来我跟她恋爱过 所以我当众拒绝了她 她看起来特别伤心 我很抱歉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和她恋爱过 这段记忆 我向我丢失了 这是我的男朋友 波斌 谁是你男朋友啊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 你闭下说 她真的是我的初恋吗 我卖下来的大小孩 我一直在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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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做过